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位于美国西海岸 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之一 加州有丰富的文化 美丽的海滩多样的食物和饮食文化 以及各种户外活动 气候温和许多人选择在加州养老 以下是十个适合退休养老的宜居城市 1.圣地亚哥 サン Diego 圣地亚哥是加州南部的一个城市 气候温和 阳光充足 拥有许多美丽的海滩和公园 该市的房价相对较高 但与洛杉矶相比要便宜一些 此外 圣地亚哥拥有很多免费或低收费的活动和节日 2.棕榈泉 Palm Springs 棕榈泉是加州沙漠地区的一个城市 气候干燥 阳光充足 该市有许多高尔夫球场 以及丰富的艺术和文化活动 房价相对较高 但是生活成本相对较低 3.圣路易斯奥比斯波 San Luis Obispo 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是加州中部的一个城市 被誉为美国最幸福的城市之一 该市的气候温和 有许多户外活动 如徒步旅行和其自行车 房价较高 但是城市规模相对较小 可以提供更为宁静的生活 4.圣塔巴巴拉 Santa Barbara 圣塔巴巴拉是加州南部的一个城市 被誉为美丽的海滨城市 该市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和文化遗产 也有许多美丽的海滩 房价较高 但是城市生活质量高 5.拉荷亚 拉荷亚 拉荷亚是圣地亚哥北部的一个社区 被誉为加利福尼亚最美的城市之一 该地区有许多高档的餐厅和购物中心 还有美丽的海滩和公园 房价较高 但生活质量极高 6.阿纳海姆 阿纳海姆 阿纳海姆是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个城市 拥有著名的迪士尼乐园和其他主题公园 房价相对较高 但该市也有许多其他娱乐和文化活动 如阿纳海姆艺术中心和阿纳海姆球场 此外 该市也拥有较多的华人社区和购物中心 7.圣克鲁斯Santa Cruz 圣克鲁斯是加州中部海岸的一个城市 拥有美丽的海滩和著名的圣克鲁斯海滩木板路 该市还有丰富的艺术和文化活动 以及许多户外活动 房价较高 但是城市氛围相对宁静 适合退休生活 8.内华达城 Novato City 内华达城是加州北部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 有许多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 该市的气候温和 有许多户外活动 如徒步旅行和其自行车 房价相对较低 但是该市规模较小 生活成本也较高 9.卡梅尔 卡梅尔是加州中部海岸的一个小镇 以其美丽的海滩和历史建筑而著名 该市有许多艺术和文化活动 如卡梅尔艺术节和卡梅尔文学和艺术协会 房价较高 但是城市规模较小 提供安静和宁静的生活 10.帕罗奥多 Pilo Alto帕罗奥多是加州北部的一个城市 是硅谷科技行业的中心之一 该市有许多高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 以及许多艺术和文化活动 该市有较高的房价 但是城市氛围相对宁静 这些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点 但也存在一些缺点 如高房价、交通拥堵、自然灾害等 在选择退休养老城市时 应该仔细权衡各方面因素 并找到适合自己的城市 同时建议在选择城市之前 先去实地考察 并了解当地的生活和社区环境 그럴您的主力 并不承择